《战争》 电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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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战争电影 泛泛意义上就是 就像男人要当回兵一样的 就是好像很多男性导演 就是不拍个战争电影 心里过不去那宿远 情节 我发现 他必须得积累到一定的资源量 就是他容得你好好地拍个战争电影 经历体力 心智成熟度都还在的情况下 拍一个自己认为的 留得下来的战争电影 聖点八日ициを拚め 最後の抵抗を努める白兵発着を殲滅点と 我到陸戦隊八部大使火弾部突撃を探訪 当时那个点心 我是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 仓库里发生了什么 谢俊元写过一回录 杨岳福也写过一回录 他们写的那个回录里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实仓库里发生了什么 是没人知道的 这个点带领了我特别想 从走一遍他们这四天的旅程 当时有这么个潜意识在 战争如果到这个程度上 一定带来的是战争以外的一些内涵 所以他们经历了什么 他们如何克服对死亡的这种恐惧 严格地说从一个普通的这种小荣物身上 它迸发了出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那个 人性光辉的那个瞬间 但是在四郎餐库的那个绝境下 把某些人给逼出来了 就我们族群里深深的那个基因 在一个面临死亡的情况下给逼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事坦诚的时候 就是深深的吸引了 我倒是这样的 当时这场战争它的具丰富性 战争中人性的复杂性 以及这个战争的偶发性 在偶发之中又连了一串的偶发 最后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怎么说呢 很独特 作为一个战争历史上的一个事件 它几乎别的战争戏中没有出现过 它是个散点视角 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一号女一号 没有主观的导向 尤其它在这个剧本的这个层面 已经就让我感受到 它的讲述跟以往的电影不一样 战争中其实好多死 我只想他也得死 怎么给站死 就这种东西 它就跟我深感下 你看所刚才的原则 这就要求现场的这个配合度 一条战争 我过来战争就要 白拍 整个这一天会 从我自己来说呢 虽然黑白肯定可以拍的不一样 但多少大的类型上它还是重复的 它毕竟是黑白的 风格又是定位在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影片 所以没法像那些魔幻题材那么去虚构 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选择 最后觉得还是影调更重要一些 是因为我们就想要那种比较清晰的感觉 而且不要那种浪漫感 所以这个是比较快的决定的 如果这个事一定要把它复原到 就是历史时期 能够供我们这个故事 支撑这个故事拍摄 至少意味着要重建一个 三七年的苏州和两岸的一个原貌 真正怀疑给到你这个 有这可能性的时候吧 首先面对于是巨大的投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如何让它达到你最终的拍摄的要求 那其实是一个打的 工业化的这么一个操作 你说在这样一个时代 去做82年前的一个战争片 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这个切入点 其实导演也是犹豫了很多年 来这么来拍战争戏的 基本没有过 首先这事得去 要把它做成中国最好的战争电影的标杆 随着这进程地慢慢走 你就突然感觉到 这是老天爷赋予你的 这个电影它就得这么着朴地这么去做 就得逼着你自己进入到那个三七年的世界 逼着你见到那些人 逼着你相信这一切 如果我相信 演员相信 所有人就都会相信 所以这个工作是必不可少 而且再艰难靠苦也得去完成的 不太想拍电影 但是也可能 这就是真的在拍电影 是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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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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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几条跑的特别不好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演都在话等里面听不到 导演说什么 我说了N多次了 咱们不是群众 咱们是动作演员 也不是纯职的舞行 既然跑了 咱就不能 是不是 中间还有人这样跑 我就不追究是谁了 如果要按照导演的要求 肯定过不了 管导一直对动作这一块要求 就是真实 对 新鲜 因为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其实要做起来特别满 不像平时那些影视剧 咚炸一下 打一枪倒了 然后这边接一下演员进警 这个戏不会 所有的动作几乎都要演员自己来完成 之前都特别好 这一条就是跑跑突然 去吗 俩人就蹲早一边 看 这俩人也慢了 后把人们跟上 看这 快速蹲下大家要骑一点 好吗 再看一遍 摔倒了 褲子摔倒了 啊 有人换吗 咋了 换你了 换了 换了 去去去 抬破了 这都出来了 你让抱住那个藏工的藏工 那边有点大鱼的跳墙 一天滑了 短一点 有点感觉 那边走的时候 它间距可能会短一些 然后走走 间距让它变大一些 前面那些 要靠烟火啊 特道啊 动作这一块 全力配合 怎么让演员能更安全地完成 在就是枪林弹雨中 穿梭 又保证它们的安全 测试各种各样的物体 然后爆破效果 来 准备 不说话了 三二一 开始 好 快跑 快跑 快拖人 快 快 快 打仗 不是十个人partner 要搂板机 就能够打敌人的 是有次序 有错落 有组织的 这些呢 我们在大部分影视剧中 是看不到的 基本就是排一排人 打到昏天黑地 然后去射击 这里边的战术组织原则 他会哼实一个电影的 这个具体的形态 导演要求 希望大家 对这个动作的真实性 然后做更好的 更准确的表演 如果眼瞄的话 他一摆手 哗哗哗哗 就跟上去 干净吧 干净啊 加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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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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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三、二、一 四床倉庫里到底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影像资料 当然这个换个角度也给我们更大的创作空间了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肯定要经历诸多的坎坷困难甚至苦难 那你一定要承受你不要抱怨 你选择的事你要做 实际上我们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记录 其实是想尽量地去放大我们所想传达的因素 所以我们把南北岸的这种反差更强化了 可能苏州和北岸是被战火犀利了 一片残骸 只有一个仓库还在顽强地固守 就像一个人间的地狱一样 而《一和之隔》的南岸是当年的营法租界 所以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然后那边的人们该怎么样生活都没有变化 就是正常的工作是一个电影 他做的时候是俩电影 南岸这个三十年代的上海 因为我们统一认为以前拍的三十年代上海 是不准确的 就是从影调、衣服服饰、人走路的样子、吃饭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 然后包括指甲什么领结 都好像都会有问题 从美术角度 他要调整这个 调整这个带来的就是 就是没有先前的资源可离用 全部从来 就是从头到尾从来 那么南岸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外景拍摄 那么外景每一次群众演员的量 几乎都达到了平均500到6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而且重点是表现中产阶级以上这样的一个人物形态 所以在以往我们可能会用很多库房里挑出来的旧的衣服 这样去使用 但是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大量制作的 大概就要在七八百套 这部戏我们制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军装的种类 就达到二十多种 然后我们制作的数量现在光军服就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套 而且现在数量还在增加 包括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军火武器 很多都是要我们重新去制作 为了一杆枪 一把刺刀 一个水壶 一匹日本的马 一门炮 方方面面做了特别大的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考究 尤其实际上之前的很多电影 他们其实都涉及到这些军火 但多少都有一定的夸张 但这次我跟老虎商量的还是 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这些 这些元素的历史原貌展现出来 想让观众身心其应地相信这个环境 就首先得自己相信 我自己又不可能在棚里绿墓里 或者打野景片子我也不相信 那怎么办 那就是得批出好几百亩地 钢琴水泥的建这个散散库 同时一比一的还原南北岸 苏州河南北岸的租界和战区 这简直是当时叫匪夷所思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老虎来说 其实都还没有经历和驾驭过 这么体量庞大的一个战争系 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 因为确实觉得 哇 这样如果能够实现 真的把这个事件还原出来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确实会挺震撼的 你 灭火 灭火 你好 没事吧 你好 没事吧 好玩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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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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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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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